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三角形ABC的面積是5 這個面積是5 那麼AB跟AC 張成平行四邊形的 面積就是等於10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就是等於4 現在他說AP AP是等於X乘以AB 就是說 這個P可能在這裡 然後X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在這邊 那你現在畫一個 跟他互相平息的平息線 這個也是X 然後跟他平息的平息線 這個就是Y 那這一點的話 它一個坐標 就是在AP分量X Y分量就是Y 那這種點的話 你把它給 收集起來 這個X 是從多少 是從-1 負一的話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 把它看成是一個單位 那這裡 負一的話 負一的話在這裡 也就是說 它這個X的話 最少是負一 最大的 是3 也就是說 你把Y固定 Y固定的話 它X的話可以從-1 可以從-1 一直掃到3倍 這樣慢慢掃 慢慢掃 慢慢掃 掃過去 掃過去的話 掃出來就是一個平行式邊形 這個的話是幾個單位 這個是等於4個單位 3減掉多少 3減掉負一 這裡有4個單位 4個AV的長度 然後這樣掃過去 掃過去 然後掃到最後的話 這個 這個最少多少 最少是負二 最少是負二 我就說這個東西 是它兩倍負二 那最多的話 是2 兩倍負二 那這樣一直掃一直掃 一直掃一直掃 掃過去嘛 一直掃到這裡來 那這一塊 這個大塊的面積的話 跟這一小塊的話 它是相似型的 這兩塊的話 它是相似的 這一小塊 它跟這一大塊是相似的 這一小塊的話 它X方向水平方向 它是它的四分之一倍 就是說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它的四倍 這個方向的話 也是它的四倍 這個方向的話 這個長度也是它的四倍 所以面積的話 是它的幾倍 就是四乘四 也就是說 這個面積 是等於四倍的 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這角是ABC 這個叫D好了 ABC 四倍 這個四的話怎麼來 沒有 四乘四 這個線段是它的四倍 就是它的四倍 所以是四乘四倍 好 那這樣等於多少 等於十六倍 那整理多少 這四邊形的面積 是這兩塊三角形面積的合 這五這五 所以是十 所以等於一百六十 所以面積是等於一百六十 所以面積是等於一百六十